为了表达对模范父亲的敬意 在父亲节的前夕 台东市公所 今天在纳鲁湾国际宴会厅 举办了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由市长陈明峰 亲子颁奖 而县长老庆龄也特别到场 感谢模范父亲们 对家庭和社会的卓越贡献 今天总共有61位的模范父亲 获奖场面相等人 甜甜蜜蜜 永远充满光彩 七千蛋糕 为了表达对模范父亲的敬意 在父亲节前夕 台东市公所 今天在纳鲁湾宴会厅 举办模范父亲表扬活动 很高兴 我们本年度的模范父亲表扬 那我们提前在今天来做一个表扬 再过几天也是父亲节 8月8月父亲节 那我们今年的模范父亲表扬 总共表扬了61位的模范父亲 那其中由我们的礼办公室 所推荐的 由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所推荐的 还有我们原住民部落所推荐的 总共有61位的模范父亲 那我们都知道在座的模范父亲 都是我们的家庭的一个资助 也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一股力量 所以我们在座的所有的模范父亲 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因为他们的努力的付出跟奉献 堪称是我们社会中的中间 也是我们值得我们所学习的 那我们这一次的北洋父亲 里面最高龄的是92岁 来自新西里的92岁的陈爸爸 陈爸爸非常厉害 他还是开做生意 开中亚行 而且他教育指令有成 事业也有成 虽然他是92岁高龄 但是他非常的健康 要跑步要走路都还可以 真的是知道我们学习的对象 而县长饶庆龄也特地到现场来 感谢模范父亲们 对家庭还有社会的逐月贡献 在炎热的夏天 在这里庆娘的我们共同的庆祝 我们父亲节 每一年我们都会透过里长社区来 协助来为我们找出今年的模范父亲 父亲这个工作其实真的不好做 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 以前做爸爸的 只要在家里怎么样发号施令就好了 现在的爸爸很辛苦的 男人命苦在外面要顶着他太阳工作 回到家里 有时候还得怎么样呢 还得协调家里的事情 还得处理这个处理那个 孩子们不开心 太太不开心 现在的男人真的不好做 所以我要在这里 祝福我们今天得奖的爸爸们 身体健康 精神愉快 今年台东市的模范父亲 室友礼办公处 社区发展协会 原住民族部落推荐人选 共有61位模范父亲接受表扬 加上亲友团一起陪同 场面热闹又温馨 也让大家提前度过愉快的父亲节 解陈恒如台东市报道